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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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 二郡在地理位置上有相似之处 其军属隆南地区 南面可达四川属地 东面紧邻汉中盆地 西面与北面则连接着曹魏隆右地区 也就是说 此二郡是属汉和意图夺取曹魏隆右地区之间的缓冲地带 二郡另一个共同点也如史料所在 其境内多由羌人 低人等少数民族居住 早在东汉安地留户元初二年时 东汉名将于许便曾在五都郡大破叛乱的羌人 至东汉末年 五都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以敌人为主 建安二十年三月 曹操牺牲汉中张鲁 其先率军禁止陈仓 意图以五都为跳板进攻汉中 魏军进入五都敌人区域后 敌人色道阻挡魏军通过 曹操先遣张和朱灵等攻破之 四月 魏军抵达河池 敌人首领窦帽 率领部众万余人 凭借险要不肯出降 魏军于五月攻破 并血洗了河池城 七月击溃张鲁攻占汉中 将汉中与五都阴平二郡纳入其势力范围 建安二十三年春 占据蜀地的刘备向汉中发动正式进攻 同时也不忘先向五都地区派遣部队 张飞 马超 武兰等人奉命屯兵于下边 虽然此时汉朝犹在 蜀汉与曹卫均未建立政权 但这次交锋也可看作是蜀汉第一次意图夺取曹卫的五都郡 下边是五都郡的郡制所在 刘备派出的将领阵营可谓强大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甚得枪胡人心的马超 即利用马超的影响力发动五都地区的少数民族歧视 给驻守五都的曹红乃至驻守汉中的卫军带来压力 战事初期 马超军进展顺利 低雷定等七步万余落反应之 张飞又率军驻守顾山 声言切断曹红军之后 五都郡势在必得 不过 卫军中也有制谋之势 张飞的虚张声势被曹操之直 参军曹修识破 曹红丁从曹修建议 趁蜀军尚未集结之际 先行向军力较弱的吴篮发起进攻 斩其将任奎等人 吴篮与布下雷同 吴篮与布下雷同被迫撤之东南方向的殷平郡境内 又被支持曹红一方的殷平敌人首领强端斩杀 首级也被强端献给卫军 张飞马超于三月退走 蜀汉于建国前首次在对五都殷平等地的进攻中 损兵折将以失败告终 马超等人攻取五都的军事行动虽然失利 但这也仅仅是一场从属于汉中争夺战的前哨战与附属战 在马超等进军的同时 刘备率领主力也向汉中展开攻势 与曹卫大将夏侯渊张和等人交手 双方交战一年有余 建安24年正月 刘备军取得大捷 皇中斩杀夏侯渊及益州刺史赵勇等人 魏军主将阵亡 曹卓亲率大军于三月赶赴汉中增援 刘备军脸兵巨蟹 不予交锋 魏军方面积月不拔 王者日多 迫于无奈 曹操在将夏侯渊残部救出后 最终于五月放弃汉中全军退还 汉中弃守 五都势必难保 为了防止日后 刘备占据五都联合敌人 曹操问济于雍州刺史张继 张继在几年前曹操攻占汉中时就曾禁言 把汉中民数万户补充长安及三府地区 此次又向曹操禁言约 可劝使北出旧谷以避贼 前智者后其崇赏 则先者之力后必募之 曹操再次采纳张继的计策 令张继前往五都 迁洗地人五万余户 出居福封天水界 不过刘备在夺取汉中之后 只是遣刘凤梦达向东夺取上庸郡 打通汉中与荆州之间的联系 随即又遭逢荆州丢失 伐武惨败等重创 中旗下崩也未向五都用兵 五都郡直至诸葛武侯第三次北伐时 才正式纳入蜀汉疆域 诸葛武侯于剑兴六年开始兴师北伐后 正月出兵龙幼失利于接庭 十二月攻打陈仓煞鱼而还 仅在退军途中获得小胜 击破并斩杀卫军起兵将领王霜 一年之中两次出师军卫得寸土 军队亦需要休整 不移再行远征 故武侯于剑兴七年春的第三次北伐 仅是一次小规模的区域作战 潜户军臣氏攻取五都阴平二郡 自己率军作为后援 剑兴七年 据当初曹操北迁敌人已有十年 五都与阴平二郡还余有多少人口 史无名载 但可从禁书地理制中亏之一二 禁书地理制在五都郡统县五户三千 阴平郡统县二户三千 及二郡合有六千户 古时地方的县级官员 管理万户以上的县被称为县令 管理不满万户的县被称为县长 华阳国志后贤之中记载 蜀郡人长徐为皮县令 可见五都阴平二郡名户加在一起 尚不及蜀中长徐执着的一个县 况且六千名户是期计一统天下之后的数据 此时二郡名户必定不足此数 五侯攻取二郡 更侧重于从战略上考虑 阴平郡对蜀汉的重要性不必多说 读史方余纪要卷五十九中 在有五侯所说的 全蜀之房当在殷平一语 未灭蜀之战中 邓爱正是从殷平偷渡至蜀地 进而斩杀诸葛瞻迫降流传 使驻房间隔的江维主力军 无用武之地 而五都对蜀汉而言 则是北伐攻取曹魏隆佑的必经之地 华阳国志汉中志在 蜀丞相量级魏延 江维等多从此出秦山 也就是说五都的重要性是不亚于殷平的 关于陈氏攻取二郡的具体过程 三国志中并没有交代 但在诸葛亮及做辅教中提到一些 做辅教是一篇武侯告于下级官员的军事文件 大意是说 由于主管武器制造的官员 责任心缺失 武器质量不过关 导致陈氏攻取五都破坏敌方攻势时大量折损 一天之内 鹿角坏刀环千余眉 所幸魏军弃城撤走 才没有酿成军事惨败 事后 武侯惩罚了责任人 要求下级引以为戒 从做辅教中也可看出 曹魏在五都乃至阴平地区均有驻军 否则陈氏直接攻占即可 根本无需耗时费力的破坏路角 换言之 二军人口虽然在当年曹操放弃汉中时被大步牵走 但并不等于此后曹魏放弃二军 只是由于远离龙幼要地而紧邻属汉 想必不会留有太多的驻军 针对上述特点 管理地管人序的二军曹魏郡首 与其被称为是行政长官 不如叫做为首 即随时间是属汉方面一举一动的军事长官更加贴切 武豪没有亲自出击 而是遣陈氏先行夺取二军 除了因驻守的卫军兵力不多外 或许还有另一个目的 即以陈氏为耳 自己率主力随时准备攻击南下的曹魏援军 三国制属输诸葛亮转中一载 魏雍中刺史郭怀 率众玉姬氏 亮自出至建威 怀对环 建威是城一名 位于金甘肃西河县以北 齐东北方便是战略要地齐山 按照现在的距离计算 两地相距大约30余公里 由于郭怀一时曹魏名将 在发掘武豪的主力军后及时止步 避免了被维艰的险地 二军也被陈氏顺利拿下 此后曹魏方面也未再行夺取 只是对二军摇制齐军属雍周 仅仅是名义上的统领 属汉方面 后主流禅下照表彰武豪的功绩 恢复了武豪因接停失利而自贬的成像之职 收复二军还有一个显著的成果 便是为一年之后 魏延熙入枪中大破无怀的阳溪之战打下基础 曹魏太和四年 魏名利曹锐命曹真司马懿等伐属 曹真等人于秋八月正式出发 武豪则将大军聚集在城固赤板 做好迎击准备 不过这场会战最后无果而终 由于彼时进入秋季 魏军在进发途中遭逢大逾三十余日 战道损坏将士匹苦 君资大损 曹锐下诏 命各路卫军撤回 此意除了曹真的先锋下侯外军 在紫武谷遭到蜀军突袭外 双方并无交手 而武侯将主力在屯于城固赤板的同时 又命大将魏延无翼 率偏师西入枪中联络枪人 魏延西入枪中一事 其本传记载 八年 使延西入枪中 魏后将军费摇 雍州四世郭怀与延战于阳溪 延大破怀等 先为前军师征熙大将军 甲捷进封南政侯 另一位协同作战的将领 吴毅在三国制中未被列传 仅在阳戏传附纪汉府陈战中 简单的提及 他与魏延入南安界 破魏将肺摇 喜庭侯进封高阳相侯 牵左将军一事 由中国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 中国历代战争三国篇 对此战友响载 称此意为首阳之战 认为这是诸葛武侯 以夺取拢右控制权为目标 而发动的进攻 事项 如果因凭五都郡尚在魏人手中 魏延无疑的军事行动 便没有了隐蔽性 想要跨入此地 进而进军拢右枪中 大破郭怀就显得极其困难了 此外 此次攻取二郡 还有一个深远的影响 甚至汇集至江维北伐时期 基属汉军队出兵拢右 可以毫无顾忌地 利用五都境内的嘉陵江 西汉水等水陆 进军输送军资 从而避免跋涉之苦 中国历代战争中也提到 西汉水以永宁河顾道水 皆较举水为平坦易制 如用特制之小船 因水浮力用人力牵缆而上行 其运载之量大于陆运 十数倍有余 如果蜀汉军欲利用水运 以补给军粮 则其可以运达之地 在西则为骑山 在北则为上规 在东则为顾道及邪谷 唐蜀汉军能用骑山 上规 顾道 邪谷等地 为其后勤卸在场所 则自该地转入渭水流域 再为水运以利进攻 其间陆运之路 皆不过百里 以百里之陆运 将嘉陵江与魏水 两大水运路线 连接为一条 运输补给路线 是诸葛亮于后方 交通运输上之建树 其功业以甚为大 故曹魏名将正爱 谈论魏蜀两军优势时曾言 彼以传行 无以陆军 劳以不同 夺取二郡后 曹魏的拢右地区 直接暴露在蜀汉的打击范围之内 蜀汉方面也每每利用 曹魏拢右地区 少数民族叛乱之际出兵攻袭 自午后去世后 蜀汉与曹魏之间 依然多次围绕五都 殷平二郡发生战事 蜀汉延熙元年九月 蜀汉殷平郡守辽化 率先出击拢右 攻卫守善枪侯荡训 郭怀浅南郡守游义 广卫郡守王云夹击辽化 因分兵轻敌 游义军被辽化所破 王云更是重流失而亡 延熙十一年 姜维深入至魏梁州边境 接应骑士的胡王至吴代 白虎文 另前廖化于京甘肃省临桃西部 以及甘肃马曲 青海马进一带的成崇山 驻成留守 根据杨守静水晶驻书的 郭公成遗址可以推测 廖化放弃成崇山城 郭怀尾随而至 二人的战场 由成崇山转至殷平郡境内 廖化以少量偏师 成功牵制了郭怀的主力卫军 使得姜维成功与志无怠等人会合 将其带至蜀地 达成了救援作战的目的 延熙十二年 魏幼将军夏侯霸降蜀 选择从隐蔽的殷平小剑进入蜀地 但却在穷谷之中迷失方向 加之良禁跌卒 一时陷入绝境 幸好蜀汉方面得到消息 遣人四处搜寻 最终将夏侯霸救回 后姜维与景耀元年 实施联兵巨谷防御战略 与五都郡境内建威 五威两地设立为首 负责监视拢右地区的卫军 需要指出 蜀汉治联二郡时 没有如同曹魏那样 对当地的少数民族 采取迁徙措施 故而二郡境内 出现过少数民族投卫之事 如《晋书宣帝记》中提到 剑兴十三年 五都帝王福双 与当年杀死吴兰的强端 率属下六千余人 脱离蜀汉 向曹魏方面投降 蜀汉平北将军马代 追至魏晋截击 请降蜀汉 大将军蒋婉 遣将军张卫前往迎接 张卫抄期未回 也是因福建之地 率领四百户族人强卫之故 未灭蜀之战时 后主流产 前已晋升为右车旗将军的廖化 率军赶赴塔中增援江维 廖化在抵达殷平时 文卫将诸葛旭向建威 故驻待之 愿于 唯为正爱所催 还驻殷平 正是由于廖化并未机械执行军令 而是对战场形势判断后 决定驻守殷平 也使得撤还那枪为军 得以避免被卫军合围的险境 邓爱偷露殷平后 蜀汉上有翻盘余地 但为将军诸葛瞻 不经蝗虫迅速占据 显要的正确建议 致使邓爱长驱直入 自己军溃身死 后驻开城投降 实属己自招之的无奈之事 总体来说 五侯于建兴七年 浅臣是攻取五都殷平二郡的军事行动 看似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汉中边地作战 但其意义却十分深远 即使狭小的蜀汉疆域 延伸出了隆南两郡的缓冲区域 却为攻取隆佑大开方便之门 一年后的魏延杨夕大破无怀 便是明正 而后数十年间 无论是江维廖化 依托二郡出兵隆佑时的雷友战果 亦或是御敌期间 江维在五都设立为首 廖化驻守殷平作为后援 君最大化地发挥了 这两个地广人息的边军的战略价值 简而言之 隆南二郡对于蜀汉来说 是密不可分的重要战略要地 夺取二郡之意规模虽有限 但同样称得上 一场目光深邃的军事行动